Layu聊世纪 天天中呼吸 大家好 我是Layu 今天来看曲折罗人对上波兰人 这场比赛是天梯的哈拉伯地图 先来看一下大约出生点位 9点钟方向的曲折罗人 曲折罗人特色呢 是开局会有两个果树 而且它的绵羊啊 这些可以驯服的动物啊 猪啊 都可以放到魔防里面 所以它开局的时候 会有三只村民去吃果子 一个是来盖魔防 盖完了魔防的村民呢 也是去吃果子 然后这里村民多的时候 再把这个猪拉回来 去吃猪啊 猪呢一开始就可以放到里面 慢慢生产食物啊 这个效果就是会产肉的 这个圣物的感觉 相当好 那曲折罗人呢 它的打法比较偏向骑兵路线 骑兵路线的额外增伤非常多 它的闪避马跟这个重装骆驼 伤害是非常高的 那它的步兵路线的话是比较弱的 甚至连重装长枪兵都没有 所以它一定要靠骆驼去反制骑兵单位 那它的步兵单位呢也是蛮弱的 没有这个剑兵勇士 甚至连三弓都没有 那弓兵路线的话 它的相弓呢 是唯一一个有异端邪说的 这个相弓文明 所以遇到自己打相弓 对面打僧侣战的时候呢 还可以考虑点这个异端邪说 虽然这个情况下是非常少的 那曲折罗人呢 除了相弓之外啊 还有这个环乐投资手可以使用 整体打法还是比较围绕在骑兵路线 会比较适合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MBL 选择的是波兰人 那波兰人的文明特性呢 是在大庄园旁边撒下农田 可以立即获得8%的食物加成 而且它挖石头时候呢 也可以慢慢获得黄金 整体来说 波兰人是一个经济蛮好的文明哦 当然它的路线呢 也是走骑兵路线哦 但是非常害怕骆驼文明 因为它没有这个大枪兵的关系 只有重装长枪兵 遇到骆驼文明的时候 打起来是会稍微有点劣势 那波兰人呢 它的战锤兵 是会比较适合拿来反制骆驼 或是游侠单位的 再搭配枪兵 或是自己的重装骑士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那波兰人 它本身也是可以走这个重装 马攻路线或是强谷路线 都有拇指环 还算是可以用的 没有弓兵铠甲 但是有三级射 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那波兰人呢 它的玩法还是比较偏向于骑兵路线 步兵路线的话 没有这个大枪兵 但是有剑勇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两边的地图 那目前看到MBL的地图 右边是有块黄金 左边也有一块 两边的黄金位置算是还OK 有块这块黄金是可以的 但问题果然是在这块黄金上 那这块黄金上的黄金 应该是没问题 那墓序的部分有三块墓序了 如果前面这个没有办法好好的采取的话 还是有两片可以用 但看起来这个墓序是可以用的 这个够厚实 除非对方来插箭塔 不然一般的弓兵情况下 是短时间内没有办法骚扰到 到城堡时代中后期 才有可能会拔到外面一点 才有可能被骚扰到 那来看一下路易斯这边的黄金位置 这边的黄金位置 目前看起来两个黄金位置是超级糟糕 非常的炸裂 都是在最前方的位置 而且还是靠敌人的位置 但是他的墓序很特别 是连贯性的 那他这边可以很好 围架来说的话 压力是很轻松的 也可以算是一个小天土 所有的黄金啊果子啊 都在这个里面 但是附金相当痛苦 这张地图平衡来说 我觉得做的还蛮不错的 虽然自己的里面的黄金 东西都非常的好 但是附金就很糟糕了 那MBL这边是一个好一个坏 但是 围架的部分会比较困难 那MBL的话 他是会需要非常大量空地 去撒大庄园的文明 所以如果路易斯的地图 跟MBL交换的话 两边互换地图的话 波兰人就会非常好过 而且波兰人也最不喜欢 遇到的事情就是 自己的大庄园 需要开在前方的位置 那刚刚这个果树虫就在正前方 所以这个开局对MBL来说 是很难受的一个开局局面 好 那这边 路易斯是直接走了工兵开局 而不是正常的肉马开 好 那MBL这边看到了 结果枪兵直接贴在人家的 肉马贴在人家枪兵脸上 是一滴血 好 这里赶快直接转世界场 不走肉马 OK赶快围赶快围 不要被骚扰到 好 毛兵赶快按 那MBL在前期的 撒农田的时间点里 因为他要去点一级农 一级伐木的关系 所以资源量 肉类 并不是那么的充裕 在初期的时候 但是随着时间变长之后 就会变得越来越有优势 所以MBL这边是前期 会有点稍微被压制住 只要把这个骆驼刺厚搞定之后 再来转肉马也不会太迟 好 那现在MBL已经顺利的 把对手给逼推回去 前期的部分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表面就是一个小打小闹 好 家里的位置 射箭厂补下之后 这里可以直接围到底 好 回到底 然后围的好像更长一点 这个好像没有必要这样围斜的吧 围直的好像差不多 但是MBL可能是想要 获得一些土地上的控制权 这里才选择站围 OK 那这边已经搞定了 对方的赤猴 那MBL这边就开始补马 最后开始补肉马 OK 肉马开始在补了 很标准的一个 破烂的防守打法 先用毛病防守之后 再转出肉马 OK 那现在 路易斯家里天 天图开局 天图开局 现在家里过得非常舒服 而且这个模仿也不用担心 因为里面的猪奶 猪奶 会被打喷出来 平常都是羊奶 现在这个变猪奶 猪奶是能喝的吗 有了有喝过 应该没有这种东西吧 好 那现在路易斯点下城堡时代 点下了一级射 现在升级 慢慢的升级上去 一级挖之一点了 通常是要来打骆驼 不管你是攻兵 那目前看起来的 路易斯的打法是比较偏向于走这个 攻兵转奴兵 然后转骆驼的路线 那他的骆驼呢 到了城堡时代 会自动变成骆驼骑兵了 好 这边攻兵居然有点 反杀到了毛兵 毛兵没有点一级房 房屋有点不弱 但是打破进来 路易斯这边还有15秒时间才升级 MBL这边升级时间还有40秒 骆驼刺头出来直接反杀了这边的 罗马 OK这边突然一个反击骆驼 刺猴 骆驼刺猴被打掉了一只 好升级到了城堡时代 这个变身 直接开始反击 工兵直接出门 不要离这坨毛病了 得出门就对了 往前走 指挥往前 家里的骆驼跟骆驼 应该是没有什么意外 可以顺利拿下 好 这里有一只骆驼也在绕 看一下你家的后面情况 哇 MBL这样绕了绕 应该就会发现了 哇 这家伙是天图开局啊 很爽的啊 里面可以爽开TC 也很难骚扰 但是这边墓区可能会挖穿 好这边就是MBL已知的资讯 好这边工兵想要尝试打破这个墓墙 但是MBL的毛病已经登场 一级的工兵铠甲 眼睛慢慢点下了 好 家里则是开了3TC 好看一下这坨骆驼进来 人们做到更多的事情 好这些兵力应该暂时有点难打 因为看到修道院了 MBL这边有修道院 骆驼这边不能太嚣张 所以这边要尽可能把工兵 靠修道院那个兵 升领域出来 就可以把它点掉 但是下面也有补TC 所以现在往下走 也不太好走 所以只能往上走 会比较好一点 但往上走也是另外一个TC 所以这边骚扰的可行度 只能先控制这个大庄园 可能就差不多了 好 那现在MBL 展出了僧侣稍微到想下 两边就是小打小闹 你打我我打你一下 都逗你都逗你 我逗你你也逗我 OK 那现在MBL 是僧侣配毛病 没有太多的主导权 路易斯这边则是有更好的主动权 可以去压制MBL 那路易斯看到这个情况 头车升旅 那我就转个工程器制造所 买个头车 砸你战毛 那 波兰是有救赎思想的 如果真的不想要出骑兵 去反制对方的头车的话 也是可以选择升旅路线的 那我觉得打这种 对方工兵配骆驼 或是闪兵嘛 这种打法的时候 自己出头十车可会更好一点 因为你的招响的产人 可能会需要用给 这个骆驼啊 或是闪兵嘛 实际上 可能没有太多的机会 去招响 后面投十车 而且这个救赎思想 现在以META来说 实在是太贵了 475斤 这个投资下去不一定会有回报 而且很容易会打出了个疾磨 所以看到工程器制造所 最好的方法还是在自己家里 补个工程器制造所 反制 不然就是补一个剑塔 防守也行 好但这个剑塔要小心 MBL有看到 手下 反制差一点打 倒这个头车 哎呦这个血量有点极限 还好有村民修了起来 好这里修头子车 黄金木头消耗很快哦 OK那现在MBL 防守3tc 开农路线 68村 两边村民宿差不多 好点下了二级伐木 MBL 这边是先点下了二级农田 这算是蛮细节的部分 好 拖石车一直砸 这边要砸大东西还是会有点困难的 再砸个一下 好 右边补了一个城堡 后来软点下了分钟技术 还有零台甲 人宝补在这个位置蛮微妙的 我以为他会补这个位置 但为什么补这个位置呢 是因为这个位置 没有办法有其他东西可以防守 所以原来自己也没有救赎思想 拖石车很容易打到盖宝村 所以要选择补在了这个位置 好先转出了一些马厩 这边打算要补下贵族特权 直接用骑士去压制对手 那路易斯这边的打法就会比较单纯一点了 直接补下骆驼就行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 这里是补了一堆农田 可以看到大庄园 没有办法完全盖下其他农田地方 有点可惜 这就是波兰需要大量空地的原因 没有足够多的空间 这个大庄园就没有办法撒得完整了 一个大庄园只能撒三片田或四片田 这真的很可惜 至少要撒到五片田 会比较划算一点 但现在也还好 敌人现在大庄园的价格 变成125木头 比以前已经省了25木头 而且一样保持维持的 这个五个人口的优势 这对于波兰来说是一个小小的buff 好 贵族特权点下之后 重装骑士 定用世代才会有 现在是靠骑士去反击 毛兵配骑士 好 骑士出来 先看一下你的兵力情况 我有这么多的闪避码 路易斯看到对手闪避码这么多 应该很开心 骑鱼 比较害怕 反避 这个骑士 6倍6很漂亮 直接拿下两台托司车 前面的工兵往前点 点掉了三驴两只 后面有一只肉马走得过来 但是想要抓到三驴有机会吗 好像有机会一刀两刀 三刀 前面的闪避码加骆驼 直接打爆了MBL的 总骑士们 骑士们现在有点难受 产能现在不太够 骑士现在往后溜 现在家里有一些骑士 直接走了一个多线 MBL这边多线走得非常好 抓掉了13只的村民 MBL这里一个交换之后 现在家里也受到了路易斯了 直接骚扰 你换我家 那我也换你家 两边是换的不可开交 MBL点下了二级马凯 帝王师代已经补下了 好那现在骑士的部分继续出 出到了12只 好MBL 现在二级马凯 还有十秒钟 但是有城堡了 对方的帝王时代已经补下 现在MBL 如果这边打贵族特权 就意味着很容易城堡 要打帝王时代的对手 好这里生驴没有看到 空掉 这里有生物想要来捡 MBL赶快拉生驴过来 但是这边生驴是捡下面的生物 这里捡到三生物的话 经济会很好 所以下面的骑士被骆驼给抓掉了 好现在两边正在找一个出路 看能不能好好的反击回去 现在骆驼一直出来的话 MBL是不要转型哦 不是转战锤兵就只能转奴兵 但是MBL没有打算 要跟你转型 继续出骑士 继续出骑士 以价格来说的话 骑士打骆驼并不算会太亏哦 以这个成本价格来看 但是以伤害跟克制来看的话 骆驼稍微能反制骑士 稍微 大概是64开哦 没有到非常到非常73开哦 好我们看到这一波动装骑士 直接硬吃骆驼 骆驼直接被打到头破鞋了 但是骑士的部分也是鞋量降得很快 就是有骆驼拿到小扶上的胜利 好但是骆驼这一波又要送掉 哇 可以看到这边骆驼打得很凶狠 好MBL这边帝王时代也补下 路易斯这边也是选择继续走了骆驼路线 好MBL这边帝王时代还有两分钟 这波骑士冲过来 两边互看一下 你看我看你 好两边先拉开一下 好现在帝王时代有一分半左右 这边想要再用骑士去抓掉更多的村民 这个圣旅直接被抓死 OK 路易斯终于点下了银罐萨地利 这个科技点完之后呢 就可以让自己的食物消耗变得比较多 待会他要出闪避马或者是肉马 或者是还任投资手 这个价格就比较亲民哦 甚至这个肉马价格也很便宜啊 好这边巨型偷使机直接被重装骑士给抓掉 现在波兰最大的力气就是 非常非常多的重装骑士哦 好MBL并没有转型 没有转弓兵也没有转 没有转这个战锤兵 重装长枪兵也没有转 什么都没有转 直接选择了重装骑士的正面对决 这场比赛相当有看头 很少会看到这种骆驼 驱着装的骆驼对上重装骑士 护骑脸的画面 通常波兰是属于转兵的那一方 会去选择转成战锤兵或是强弩的路线 但是如果转成强弩的话 对方就可以转成闪避马 但如果继续走骑士路线的话 虽然价格上有优势 MBL这波打起来好像要打赢吗 数量上好像有点领先 但是MBL没有点下重装骑士 三攻也还没有好 但是成功逼突的对手 这些僧侣是立了大功哦 招到了三只骆驼有效的反制回去 重装骑士赶快一点吧 好点下了印刷技术 这边是打僧侣配重装骑士的路线 好这一波路线想要再换个一波 所以又选择了上前 这次很顺利点掉了非常多MBL的僧侣跟骑士们 骑士现在全员倒地 MBL直接炸开 前线的部队已经很难集结 路线这边要乘胜追击 巨型偷吃要赶快往前架起 好这边按了少量的战锤兵稍微挡一下 动装骑士赶快出来 好一只动装骑士赶快追 右边的路易斯 骆驼冲了进去 好三只骆驼又再次反击 后面的骆驼有点大量 稍微拉走一下 捕了一根城堡 后面两只骆驼还在骚扰当中 还好路易斯的骆驼没有三攻 只有九点伤害而已 打臭命还是需要五刀 花了一些时间 好这一波交换之后 骆驼现在已经把MBL的精细打到有点残掉 但是还好臭命数还保持得很好 骆驼的影响力 打臭命数还是比较慢一点 好上方这根城堡 两边想要造巨铜啊 但这边已经看着慢慢转型为战锤兵了 好战锤兵的防守效果打骆驼还是相当好的 好战锤兵现在点下了一级的步兵铠甲 那MBL现在要转型的是继续用森驴 这个马就反而没有继续做事吗 诶又开始M了 按这个中方骑士 好这里步兵铠甲赶快点赶快点 点得越多压制力就越强 那曲折罗对于这种强力的步兵单位 要转型的话很简单 就只有火枪兵 还有这个缓刃的投资手 会比较适合 好那现在MBL点下了精锐战锤兵 战锤兵可以正面突破 但是路易斯会傻傻的用骆驼去撞战锤兵吗 这个很不好说 战锤兵本身移动速度就不快 只有0.9 速度差了0.7 这个速度差的蛮多的 哇路易斯这个骚扰打得很好还在打 MBL村民出已经被打到剩下103寸 这一波交战 路易斯要一波带走了 还刃投资手已经登场 开始丢呼拉圈了 开始套圈圈 夜市套圈圈开始 这个套圈圈能不能套到东西呢 哦四圣物被打喷了 还刃投资手在后面继续输出 重装琴在后面想要偷抓数量 哎哟抓掉很多的还刃投资手 这里还刃投资手 伤害已经 还没有最高 再来还可以点个精锐 现在攻击力3加2 5点伤害 那战锤兵现在防务力还不够高 现在只有3点 防务力而已 如果能点到3防的话 战锤兵盘度会更好 但是MBL没有办法 可以选择让自己有开弩机会 这一波只能硬上 还论投资手在高打低的情况下 效果其实很好 这一波直接把战锤兵给串到头破血了 全部都缠掉了 路易斯补了一个三级射 增加一下城堡的伤害跟射程 上面这根马就被插了一根宝 控制住了 路易斯开始展出大漏马 准备要来打一个多线 黄金开始有点缺了 MBL这块黄金果然是被挖了 反而路易斯的两块附金是挖的盆满钵满 曲折罗这个文明的 如果MBL可以在文明烈士的情况下 逆转路易斯 那就厉害了 路易斯现在是 开始展出漏马 大漏马这边可以稍微提升一下 最近投资机要来攻城了 MBL这里没有继续补下步兵台甲 我个人认为还是要继续补的 因为这个不补防御率差很多 好 中庄骑士突然贴上去 这个怎么鬼 你要打吗 MBL这波打下去应该不太好 中庄骑士拉了几次过来 直接手撕巨型投资机拿下了一台 但是正面的骆驼直接击了大量的中庄骑士 占成兵直接往后拉走 华人同志手努力阻挡这些中庄骑士 虽然解掉了巨头 但是自己的经济已经来到了极限 没有办法再继续挡住对方的兵力了 现在就是雪崩 占损兵有21支 但是要怎么阻挡住这些华人投资手 进来开始拉打的这个战术呢 哇 吐了 这个我看是没有办法扛得住了 这个量太大了 MBL黄金箱输得很多 哇 路易斯还质滴前面的村民 还滴黄金矿村民 不然嫌钱太多啦 还是认定太多了 造成这黄金挖掘困难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OK 那现在MBL 转出了更多的重庄骑士 25支的战垂兵到底在哪呢 在后面防守 肉马 用战垂兵去防守肉马 好像搞错了 应该是用战垂兵去扛线 但是用战垂兵去扛线 反而投资手又主动拳 太难受了 MBL这边只有转强弩 才会比较好打 曲折罗这边的转兵 好 这里MBL 直接正面上前进攻 解掉了一些缓刃头之兽 路易斯这边也点下了精锐缓刃头之兽的升级 MBL我觉得这边最好打法 就是转出重庄长枪兵跟强弩 会比较好解这种组合 但是前面已经投资了战垂兵之后 就没有办法返回了 而且我觉得战垂兵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需要靠城堡铲的 才可以慢慢产生出来 而且只要对方路易斯不跟你打正面 基本上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强弩的话也可以反击 这个火枪啊 或者是骆驼啊 或者是反而投资手 虽然对散必马来说会比较难受 但是突然有这个贵族特权 防守反必马的话也会比较好一点 不管怎么说 路易斯现在转出大落马 现在已经开始拖线骚扰 现在有点难受了 到处都被打 竞技现在有点一团乱 虽然丛弥处已经反超了路易斯 但路易斯的黄金还是遥遥领先 MBL黄金已经完全归影了 四个生物又被打破了出来 黄金又被断了一次 应该是有点走远了 后面再补下了更多马就 现在MBL转出大落马 可能也很难打得赢了 甚至现在连转大落马的本拳都没有 甚至连金怪可能也点不下 反而投资手继续输出 好先路来打掉一只僧侣 好去反而投资手打了重装骑士 我这个拉打 我有点漂亮 我高打地的伤害还是有的哦 好后面的大落马已经开始疯狂骚扰 落马继续往前补 这里直接补了一个城堡 要压在你脸上 战车兵在这里防守 MBL后面的金晶已经被骚扰到爆 这些落马想要往前冲 但是直接倒地 战车兵在后面 中午要来了 但是MBL直接打出了GG 我们恭喜路易斯拿下比赛的胜利 哇金晶真的是一传招 后面这一次被骚扰到 生活无法治理啊 这边就被强行压制 只能说路易斯这边多线打得很好 那当然也是因为路易斯这边的文明 本来就counter到了波兰人 波兰人遇到游侠文明或是遇到骆驼文明 都是常常会处于劣势的状态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 经济的部分最后是由MBL 好引了石头跟食物 食物的话还是有领先 四生物的话最后是被打喷了出来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了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请记得按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咯各位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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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